中央社华盛顿29日综合外电报导美国总统川普和法国总统马克宏日前携手在白宫庭院种下一颗橡树幼苗,象征两国帮逆长存。 但如今刚过一周,路透社照片就拍到树苗已经不见听。 英国卫报,瓜尔迪安和法新社报道,这颗橡树幼苗是马克宏埃玛紐埃尔麦克隆出访华府的伴手礼,产自法国东北部的贝洛森林贝洛伍德。 一战期间,美军陆战队在这处森林驻法公德,1918年报发著名的贝洛森林战役,有1811名美军阵亡,直戍仪式因此别去象征异议。 23日是马克宏华服刑第一天,他与川普多纳德特鲁普在两国第一夫人陪同下,种下这颗树苗。 但路透社今天拍到的照片中,白宫南草坪绍斯劳恩上种下树苗的地方只见一小块黄色草皮,树苗已经不见听。 外界纷纷意测之际,法国驻美大使阿罗杰拉尔阿拉德今天,推文说,这是强制隔离措施, 任何到美国的外来生物种都得这样处理。 稍后就汇种回去了,译者,杨元林,核稿,正式运1070430。 因此,请�оеanch地包括极客转 dazu 통备营西录冯机的注意力。 Harry symptoms未经许,时机的疫情目都应该被用于确议。